您两位是都看过 对 看了一遍小厅的3D 看了一遍大厅的MX的2D 感觉怎么样 2D MX的感觉还不错 那个小厅3D的感觉 你看的是3D还是2D 2D 但是不是MX 现在感觉人家说这个3D是什么 说只有字幕感觉是3D的 因为实在是它 我自己感受也不大 我看007也是看的3D 但是我觉得那眼镜实在不行 我中间还去换了眼镜 您自己看两遍是因为觉得非常好 是吗 不是 是为了对这个电影 有一个相对公正的评价 因为这个电影是作为一个 2D的电影被拍摄的 应该是为了中国电影市场吧 特别制作了一个3D 2D电影的3D化花不了多少钱 据说中国的被大数据支持的统计数据 说中国观众很喜欢3D 我其实对这些不是很信任 所以您看了以后感觉怎么样 让您觉得从您的角度来说 这部电影打多少分 因为现在大家对他的评论挺两极的 我大概打不了分 我就是理解两极评价 就是我是觉得那些非常清楚地 要进影院去受到视听震撼的人 会很满足 因为整个的那个电影的那个营造 造型的营造和整个技术含量空前绝后 但是如果你想去看故事 你就会给他打副分 没门 因为他太多太多的篇幅和时间和空间 用来完成那种大的器官了 渲染了这个气氛 乃至就是剧情啊叙述啊人物啊都似乎来不及展开 想去看故事呢会觉得非常虎头蛇尾 你本来等待那两个家族的对决 等到真正对决发生的时候 是很 太迅速 对 太潦草 所以就是关键是你的预期是什么 当然同时沙丘太有名了 就是圆珠党大概会很失望 其实从科幻改编来的 就是经常会大家会觉得我的预期特别高 而在这个方面让大家跌分的事情 其实屡里发生 比如说就是最近那个基地 也是在就是上映 这个就是这个电视剧的版本 就是评价特别的高 很多人说他是拿了这个故事的皮 其实讲了另外一个故事 完全就大家觉得 跟原著的各种精神故事内容都不符合 是不是其实您从您的角度来说 觉得从科幻改编成电影 就是一件非常难的事 这个跟科幻没关 跟改编有关 就是小说改编的电影 你看没看过原作区别太大了 因为那个认同的经济学 就是说你先看过小说 你就在想象中形成你的认同体系 然后当你看电影的时候 一旦和你的认同体系不吻合 你立刻就会拒齿 相反如果你因为看了电影以后 喜欢再去读小说 你会发现小说也未必就可以接受 这是一个原因 这是一个原因 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永远是 写得越好的文学作品越难 产生好的电影 原因在哪里 原因就是任何艺术都是建筑在它的媒介基础上的 那个好的小说一定就是语言上非常美丽 因为现在大家对它的评论挺两极的 我大概达不了分 我就是理解两极评价 就是我是觉得那些非常清楚地要进影院去受到视听震撼的人 会很满足 因为整个的那个电影的那个营造 造型的营造和整个技术含量空前绝后 但是如果你想去看故事 你就会给它打副分 没门 因为它太多太多的篇幅和时间和空间 用来完成那种大的器官了 渲染了这个气氛 乃至就是剧情啊叙述啊人物啊都似乎来不及展开 想去看故事呢会觉得非常虎头蛇尾 你本来等待那两个家族的对决 等到真正对决发生的时候 是很太迅速 对 太潦草 所以就是关键是你的预期是什么 当然同时沙丘太有名了 就是援助党大概会很失望 其实从科幻改编来的 就是经常会大家会觉得我的预期特别高 而在这个方面让大家跌分的事情其实屡里发生 比如说就是最近那个基地也是在就是上映 这个就是这个电视剧的版本 就是评价特别的糟糕 很多人说他是拿着这个故事的皮 其实讲了另外一个故事 完全就大家觉得跟原著的各种精神故事内容都不符合 是不是其实您从您的角度来说 觉得从科幻改编成电影就是一件非常难的事 这个跟科幻没关 跟改编有关 就是小说改编的电影 你看没看过原作区别太大了 因为那个认同的经济学 就是说你先看过小说 你就在想象中形成你的认同体系 然后当你看电影的时候 一旦和你的认同体系不吻合 你立刻就会拒齿 相反如果你因为看了电影以后 喜欢再去读小说 你会发现小说也未必就可以接受 这是一个原因 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永远是 写得越好的文学作品越难 产生好的电影 原因在哪里 原因就是任何艺术都是建筑在它的媒介基础上 那个好的小说一定就是语言上非常美丽 你如何把它翻译成视听的语言 那个太大的挑战和考验了 它的属性就是说您觉得它的魅力就在于 它在你就是从文学角度来说 它在你阅读的时候在头脑当中的想象 构建的一个东西 而一旦是有电影了 它其实是着相 就给你一个特别具象的这个东西 对 锁死 钉死 或者说呈现 然后我自己的感受还有一个就是 科幻它可能非常难改编的原因是 它你像基地也好 像沙秀也好 它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思想体系 就是它有一套非常完整的逻辑 就是大历史大的一些思想在背后支撑 而不是一块屏幕上 因为你看屏幕可能更多的是看那个故事 就一个故事 我不知道可不可以这样来解释 就是说你想看见的东西和那个想引起你思考的 这么一个浩瀚的东西来说 其实特别难做到完全的匹配 这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就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了 大家以为电影是表现的艺术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后 电影已经证明了它可以处理任何主题 而科幻作为二十世纪开始流行的一种通俗写作样式 通常来说它没有那么悬眉 没有那么巨大 它只不过是说相对有一个世界构架 对 现在会叫元宇宙 它不会有一整套的一个关于它的那个设定 看科幻的时候其实有一个前提 就是一开始你必须先假定你接受它所有的预设 不去质询它 因为科幻就是它会把那个基本的打破基本的物理逻辑 打破基本的身体经验来做它的设定 如果你开始怀疑它的设定就算了 几乎没有办法进入 那就变成哲学了 怀疑它的前提预设 还没到哲学那种高度 这只是一种观影或者阅读体验而已 就您怎么说 怎么叫怀疑它的这个前提设定 前提设定都是 我们的日常生活科学知识体系 不加挑明的前提假设 如果质疑它 整个东西都崩溃了 所以您认为 不会 二十世纪我们一直在质疑这些 质疑什么 前提预设我们还没有崩溃 质疑现代世界的很多基本预设 基本预设 您能举个例子 您能举个例子 比如说发展主义一定带来人类的进步 人类一定在文明的发展中自我提升 这些我们已经比如说看到二战了 二战前大家都已经相信了 随着科学的发展 人类的文明也在提升 最后二战就是 所有的科技最新发明都用来毁灭人类 这以后就是各种各样的批判性思考 不就成了二十世纪后半页的主题吗 就是哲学主题吗 批判性思考 不只哲学 但是我觉得刚才翟老师说的 那种举动或者那种背后的意图 好像恰恰是科幻最令人着迷的一点 作为一种类型文学 哪一点 就是去挑战一个既有秩序的一个 就是这里有个盘子我要去挑动它 而不是去上面去拿一个什么东西 我觉得这是科幻它最令人着迷的那一点 就是我要去想未来会发生什么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么接下去会怎么样 就这个逻辑 你认为它根本的逻辑被改变了 这个意思吗 这是科幻作为一种类型文学的魅力 因此它就特别容易过时 说实话 有插出这个电影的时候 我其实在想要不要去买一个原著来看 第一它特别长 长边巨著的 第二 我在书店里面翻了一番 我就觉得说这些东西在我看来 没什么新鲜的 但是假设说 在它的时代好厉害 那是特别厉害 但它就特别容易过时 因为它是作为一个新的挑战者出现的 我感觉 那您呢 您看过的觉得比较就印象深刻的这个科幻电影 这个就是和我公司做的 这现在做的原宇宙几乎是一样的 它做的这个VR 简直就是达到了头号玩家的水平 是吗 这么神奇 大家都认为那个应该还距离我们比较远吧 不远 可以做出小的来 不能全世界 可是它真正要能够实现原宇宙这个东西不就在于它的规模吗 不 这个原宇宙啊 这个概念呢 有点窄 它这个是 它有一个数字孪生概念 原宇宙概念的数字孪生 加上在虚拟世界里边和物联网的一些联系 就算它超出部分 但是呢 真正的不用出来了 可以在里面生活的这种宇宙 它是可以控制物联网 操作物联网的 嗯